烹饪技术如何把它传承发扬推高 我是原来是在四川省财政博物干部学校工作 72年才到省蔬菜饮食物公司工作 由于我长期在学校工作 所以到公司工作以后呢 我们整个川菜这个流行计划 叫猪扒猪扒放点盐巴 不讲技术四川了 大概是在七五年的下半年 我老子里面就想 就是我们川菜好年以后要恢复提高 川菜的烹饪技术 光靠仪式带徒就点培训 那种方式的话 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我在仪式服务局跟他们交谈的时候 如果你们想过没有 这个烹饪技术如何把它传承发扬 提高 他们说目前好像没有更多办法 我说可不可以考虑 就办一个像技工学校这样的训练 找一些初中名义生来学川菜 提高一下队伍的整个文化水平 提高一下队伍的数字 这个办法呀曾经办过这个技工学校 所以当时在六七六年的下半年 他就拟了这件事情 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觉得可以 公司领导可能就跟商业厅 提高一下 算是这个意见可以呀 可以考虑呀 所以说当时在七七年初吧 指定了公司当时的一位附近的 杨彻星 就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组 正式建一个饮食服务职工学校 我说不准备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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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准备小组